夏季的炎热高温和热浪 为加州的供电系统带来了极大压力 停电也几乎是每年的家常便饭 但在酷暑中停电必然会带来许多不便 对此 南加埃迪生电力公司发言人盖尔斯提醒 夏季节约用电不仅能节省电费 还可以减轻供电公司的压力 防止停电 我们要求人们保持他们家的房子 比78度更冷 此外 在非常炎热的条件下 可以使用微波炉等不会使房间升温的电器做饭 他还建议把洗衣机设定为冷水模式 另外 在离开房间时 即使关闭电扇 电灯 打印机 电脑等设备 也可以有效节约电能 对于因疫情出现经济困难的民众 南加埃迪生电力公司也根据条件 提供30%和18%的电费优惠 不符合条件者也可以申请延期付款 避免因电费持交遭到断电 新唐人记者李佳英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